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污染也好 介绍产能 国生那些东西 都看到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相信一定是已经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未来的路还是一个很长的 那么当然我们香港人可能特别关注 越港澳大湾区 虽然这种表述方式已经说了几年的了 我个人以前也说过 在这个年代我们认为 城市和城市之间 它不一定是一个城市和城市的竞争 而是一个城市群和城市群的竞争 尤其在香港来说 我们这个7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只能算是一个中型城市 对吧 在世界的角度上来看 那么但是越港澳大湾区 你看它首先它这个人口差不多一个亿 然后它的GDP 可能占了全国的很大的一个比例 然后包括我们出口各方面 而且过去来说 当然跟改革开放有关系 跟香港也有关系 早期的时候我们很多香港人去 这个珠三角的投资 从早期的这个散来一补 到后来的开始代工 到到自主品牌自主创新 现在来说可以说 深圳也好甚至到东莞 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智能制造的这个集群 高科技制造业的集群 甚至到了广州到南沙 那么当然也还有包括航运 也是不断的在加强 那么当然过去来说 我们讲越港合作 讲深港合作也讲过很多次 但很多时候 只是可能专注在某一个领域 或者我想还是传统的一些关系 很多时候开会比较多 真正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看到还不是真的那么很强 至少在世界上来说 我们经常说 我有旧金山湾区 对吧 我有这个纽约湾区 还没有多少人说越港湾区 或者说朱江湾区 这个概念 那么当然我今年 因为我是深圳市的政协委员 那么今年我们两会 也已经有委员提出了 说发改委说了 这个越港澳大湾区 我们深圳在干啥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合 怎么去做 但这个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还是很不够 尤其在香港的讨论很不够 我们过去香港呢 一个我们作为 我们国际中心 我们国际的都市 我们觉得我们是老大 过去跟朱江湾区的合作 很多时候是我们前面后场 我们认为是这些 那这种合作模式 当然在某一个时段 它是合适的 但今天来说 我们肯定要重新审视这个东西 第一 既然是合作 我觉得要从心态上 要去了解 互相尊重 看到对方的长处 而且呢 有一个心态呢 就是说 这个越港澳地都有了 就是说 互相把对方 是这一个竞争对手 老子想着说 哎呀我的GDP 什么时候超过你了 超过了又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想的是 既然互相有长处 香港有它的国际视野 有它的这个良好的法律制度 它的金融体系非常完善 而且呢 是国际上比较信赖的 一个普通法的这种制度 那么 而且呢 还有一个香港是一个金融人才集居地 对 很多全球的人才 包括内地的金融人才 都在香港 那么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但深圳它的科技 应该来说 中国的硅谷 这个不是吹的 它真的做了 这几年做的很好 嗯 那么但是科技 其实加上金融 它能够发的很大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们做很多制造业 包括将来 我们说的什么物联网 IoT 可穿戴 这些东西呢 我们中国现在做的都很不错 但是呢 怎么样把它设计的好 包装的好 打去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市场 在这方面呢 香港是有经验的 那么 怎么样把它的这些设计啊 包装啊 marketing 这个市场化的元素 加上中国的制造能力 加上我们的 深港两地 现在都比较强的这个R&D的部分 这个做做 做研发的部分 去打去全世界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下一步 我们非常需要关注的 嗯 其实您刚才说的 也是透析了一个 目前来说深港两地 或者是粤港澳这个地区 目前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现状 那其实通过去年中国工作 报告中的一个 只是把这个提到了香港 作为十三五规划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可以它发挥它的一些作用 到今年这个明确的提出来 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湾区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您觉得这种细化 这种具象化 它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首先是 在政府工作报告 在不管是三五也好 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 它是从一个宏观的层面 给你画了一个蓝图 你们应该是这样做 那总理不可能告诉你说 那具体来说 是粤港澳大湾区怎么分工啊 你负责什么 我负责什么 但另一方面怎么样 更加紧它的合作 包括两地人员的流通啊 货物的流通啊 包括比方说 香港有这么多好的大学 但是呢 香港的这个大学的 这个科研成果的市场化 是非常低的 那么过去的原因 其中的原因是 我们本地没有工业 对吧 那么我们过去十年了 讲这个深港创新权 我自己也有参与一些 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 很一般 很一般 各种各样的原因了 但是我想 至少今天来说 我们不能够 让它去一般了 然后怎么样去 这个就是应该什么呢 是我觉得是 又刚刚台湾区里面的 这些城市的领导们之间 他们要去想 怎么样去 但是我还是那句 我说你去想 别老想的 人家给你等 给什么好处 你要先讲 我自己有什么 可以提供出来的 What you bring to the table 对吧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 才能够真正的一个 平等互惠的合作 对 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 深港创新圈的一个事情啊 也是看到这个今年年初 这个核桃区 深港两地的这个创科园 也终于是 有一些新的消息了 对 从97年开始到现在 那虽然是迟了 但是也希望能够带给 这个两地创新方面 合作的一些新的气息 绝对是 因为香港也在讲 我们要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里面 像土地资源 这么大 这么稀缺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科技园 我们有很多初创的企业 但是科技园的地方很小 那你现在有一个核桃地方 虽然可能还要再等7年到10年 我听说啊 怎么平整土地啊 基建 但至少有的判好 但从 而且同时呢 你既然定了这个位的时候 我觉得 在这个核桃还没完全做出来之前 其实已经可以 把合作模式做出来了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 今年梁振英特首 在我们的这个 试证报告里面 有关科技这块 可以说 自从我懂得去看 试证报告以来 也十几年了 这个是最踏实 而且最支持科技的一份试证报告 不管是从基金配套好 从将来的提出的 应用税务政策也好 包括从如何去决定大学的 这个科研的博款 要看它的市场化 其实香港这几年的这个 创科的氛围正在逐渐的提高 不管是创业也好 创新科技也好 包括我们有这个创科局 那么希望呢 下一届政府能够继续 就香港下一届的特技政府 能够继续这一块 然后呢也充分利用到 核桃的提及 这个粤港导湾区的提及 包括深圳 深圳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 良性循环了 十几年前我们说深圳 我们看还是一些工厂 不是自己自主创新的 并不是很强 但现在来说 深圳GDP百分之4.1%是科研 然后你看它也开始造一些 大的大的好的大学 同时呢 人才各方面都往深圳跑 我们过去香港之所以成功 梁振英说的 我们地下没有石油 世上没有椰子 对吧 我们靠的什么 我们靠的就是人才 我们靠的是一个制度 那么制度今天我们还是很好的 但人才方面呢 你现在千万万人肯定是有限的 那么怎么样吸引更多的人才 怎么样利用新一个 包括一带一路的机遇 包括这一次粤港澳 大湾区这个机遇 我觉得香港真的需要去把握 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一个 这个调整心态 还有一个这个政府方面 要未雨筹谋 或者及时筹划 未来的路应该如何铺垫 如何铺陈 那除了这两方面 您觉得还有一些 哪方面一些措施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来推进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 一个形成和发展 我觉得调整心态之外呢 还是调整它是最重要 这是怎么呢 你要了解到人家的强础 因为这个 刚才我说的香港这边 我们可能现在 他有些问题过去 我们因为自己是老大哥 对吧 我带你进来 我带你改革开放 这都是事实的 深圳广东省领导 多是强调的 但今天深圳已经不是1978年的深圳了 对不对 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内地的朋友 也要有一个形态 不要觉得说 你香港有啥老不起 我现在GDP快过你了 我什么什么 各有各的强项 你利用它的这些强项 包括吸引国际的资金 香港很多资金 不单单是香港本地的 也有是国际的 甚至内地的一些资金 怎么样利用这些资金 去投入我们这些新的创新的产业 然后打去全世界市场 包括我们现在新的这些市场 就一带一路这些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关系 就像是体育运动当中 两人三族 三人四族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任何一方有私心 这个路都不可能平稳地走下去 对 那您觉得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 就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来吧 这个概念除了像我们了解到的 因为这个地域之间相近的优势 它可以做成一个这个大湾区的城市群的一个概念 那除了您觉得这个交通和基建上 我们可以去促进推进它的城市群的建立 那还有哪方面有推进这个区域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我觉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住到 就是人流 就是人流 让人更方便的两地 当然现在香港去住三角是很方便的 但是内地过来的 当然你要建桥建高铁建 但是另一方面 你的这个报官啊过关啊各方面 怎么样去方便这些人的来回 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在企业和企业合作上面 是不是包括在税务啊海关啊 有些方面呢现在因为到底香港和内地是两个制度嘛 但是其实它已经有很多过去合作的挺好的 比方说海关的互认 香港的海关认了 它只要上个电子所 那个内地真正的海关 它就不再查 另外呢就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人员的这个鼓励他们互相的交流 比方说两地大学之间的合作 交换生啊 做一些共同的合作的项目 这下面这些东西过去做的并不多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就做的不多 那我觉得今天来说 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条件去做 那您刚才也提到您是这个港区深圳市的一个政协委员 那其实在这个这方面啊 就是两地深港交流融合这方面 其实有哪些政策是我们这个深圳目前正在推行的 您觉得就是比较好 大家可以继续发扬下去的呢 首先在前海吧 前海它有很多所谓的 就优待香港企业的一些措施 包括了比方说香港的自然人可以过去开公司啊 包括审批的程序简化 透明度提高 包括某一些的行业 它特别对香港的一些开放 包括尤其金融方面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 那么下一步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呢 我们前海之前已经提出 甚至广东省都同意了 但实际上呢 做出来呢还不是太多的 就是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前海职业 然后他服务的范围可能是整广东省 而且我觉得下一步呢 我们更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在深圳政协我也提出来 就是说把香港专业人士带进来呢 他不是纯粹说让他来深圳做深圳的生意 而是呢 一带一路 我们有很多的企业要走出去 今天走出去 其实有很多风险 有很多 当地他需要很多的专业服务 这些东西呢 都是香港的强项 香港的专业服务的强项 是上次张德江委员长 在香港特别提到这个事 对对 所以这一块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香港专业 专业服务机构和人员呢 和内地向走出去的企业呢 对接起来 而深圳呢 恰恰是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 就我说的是一个集水区 他就把中国内地各个省市嘛 你觉得香港的全部 我们去全国的省市区跑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说 我有一个深党专业服务 一带一路专业服务专区 你们需要这类东西 我都有 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应该多探讨一下 怎么样等于说 打出这么一个品牌出来 其实通读这个整篇政府工作报告 都可以看 不管是这个金融领域 这个深港通 还是双创互联网架 以及大数据 其实都是一定程度上 或多或少都是跟香港和这个深圳之间的合作 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一个 就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的发展吧 深港的合作 对于这个全国的一个对外开放也好 合作交流也好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今天多谢您给我们这个解读了 您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 涉港部分的一些看法 也感谢各位观众再次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